0403大地震造成了花莲严重重创 灾情严峻 补教界爱心奉献部落人后 中华民国补教协会 全国总会 西首个县市补教协会 共同发起补教友爱 花莲正在爱心劝募活动 以实际的行动来陪伴花莲乡亲 扶贫伤痛 共渡难关 补教友爱 花莲正在爱心捐赠活动 5月7号有中华民国补习教育 全国总会 杨家瑞总会长 三万副会长 以及其他总会干部组成的慰问团 一早出发前往花莲 在花莲县检案厂长游书贞 花莲县补习教育事业协会 张千惠理事长等人陪同 并且前往花莲县政府拜会 现场徐正位 表达诚意慰问 会中全国补教总会 并且捐赠新台币200万元 以协助花莲在后重建 现场徐正位并且代表花莲县民 对来自全台补教业者的爱心 捐款代表西域 0403这个花莲地震 我们花莲区 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 我想全国的补教业 都有感而发 所以立刻发起了 一个补教友爱 花莲正在的活动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 补习教育全国总会 还有全省18个县市协会 共同发起 那这次我们在4月截止 我们就募集得到的这个300多万 那除了给我们县政府200万的捐款之外 我们也给花莲 集安箱 还有我们 花莲县补教协会 我们有会员 因为这一次而受灾 我们给他发挥大海 那我想透过这个机会 能够抛砖引玉 能够把这个善心 汇集成一个大海 那继续延续 我想各界的善心 也让 也期待各界 不管机会团体 全国的民众 对我们花莲 继续支持 花莲县补习教育事业协会 理事长张千惠表示 该协会会员的补习班 虽然也饱受地震灾害之苦 但不能见到学生灾后 因为经济因素 无法继续学习 是以权力支持协会的推动 0403关怀受灾户 学生补习的方案 接着起到今年12月底 凡是会员班内 学生被列为红单 黄单 以及白人受灾户 协会将会优先给学费的补助 六以上红黄标和白标 受灾户有中低收入护者 即以会员班 涉容流量 以及科目为限 由会员补习班 提供免费的课程学习 记得继续华社会导